哈囉 玩車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天氣很好 今天是7月4號喔 然後我們大家看影片的時候 大概是在7月10號之後 那我們今天來試的車就是 全新的SUZUKI ALL NEW SWIFT 那它就是第四代的一個 SWIFT的車型 其實阿伯曾經是 SWIFT的一個車主喔 阿伯好像記得是在2007年的時候吧 我有購入那個Mk1的SWIFT 那它那個時候是1.5NA 然後四速自排 我記得那個車很軟很軟 那時候因為我是剛好有一台Silubia S13 然後我就要再買一台車來代步 所以我那時候就看上Mk1的SWIFT 因為我覺得它小小很帥 然後改個Sport的外觀阿 然後就一個框阿 其實在路上代步就很方便 不過沒想到 它的車其實基本上很耐用 然後但是它的那個動力阿真的是 真的是太軟太軟 那從2004年Mk1推出至今 到Mk2 Mk3 到現在的第四代的All New SWIFT 那前三代其實基本上已經在全世界 累積了900萬輛的車主 900萬喔 沒有聽錯喔 這是全球戰略車的車型 900萬輛的車主在裡面 那其實我們在三個月到四個月前 我們有在SWIFT 三代目的SWIFT Sport的停產前 我們有抓很多車主出來 做一個最後的試乘跟他們擁有這輛車的一個心得感想 那All New SWIFT我們基本上會沿用 我們可能會找三代目的1.4的車主阿 或是1.0 Turbo的車主 我們一起來再來看一下All New SWIFT喔 它有什麼改善跟他們覺得很棒的地方喔 或許可以促進他們來換車的慾望喔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看這輛車囉 走嘿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All New SWIFT喔 那我們先從外觀上來看 那外觀上最大最大的差異 我們從車頭來看其實就是它的燈距喔 雖然它的前面的燈距是LED的一個燈距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整個線條 跟它的燈距的長短 比較上一代其實它有拉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那個引擎蓋的那個 好感跟葉子板的線條 它是做一個圓形的一個設計喔 那這個設計 當初在東京車展看到的時候 很多人對這樣的設計有點反感 不過實際上你到的時候看死車 基本上還滿好看 那它的水箱護照啊 水箱護照這個柵欄 我不知道這樣拍不開得到 OK 這樣拍得到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它的水箱柵欄是採用鋼琴烤漆 加上它的一個下巴 它的下巴部分是做塑膠原色 的一個設定喔 我們來看一下它是後裝還是一體的 OK 我們可以看到線條 它是兩節 所以它變成這三個部分 組成一個圓包桿的一個設計 那車頭燈的部分的話 它就是全部採用LED的頭燈 跟一個流行的一個日行燈 它的一個新的一個頭燈的設計 我們再往後來看 我個人覺得其實是不會很醜 其實還滿好看的喔 因為原廠的框啊 基本上它的設定會比較保守 那如果我們家原廠的框 向外移動一點的話 應該會變得很好看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原廠的輪框的一個規格 它就是規格是185516 但是這個輪圈的部分 基本上有改變喔 它的輪圈基本上有變輕 然後它的滾動阻力 有降低了15% 所以它的油耗會來得更好 那我們再往這邊看看車側 它車側的腰線 從那個引擎蓋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它拉得很深 這個位置 凹得很深 直接勾到後面去 做一個 它一個有一點上跑的感覺 我覺得說有點那種提臀的一個效果 那它的車頂跟車色是採用兩個顏色的設計 那最漂亮的顏色就是 它們的一個糖果漆的藍色 跟糖果漆的紅色 Candy漆其實基本上我們在完成都知道 它的製作流程工法其實非常的複雜 因為它需要最純正的精油去做包覆 它才會有那個白裡透亮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所以SZUKI他們在選擇漆料上 基本上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尤其是它的那個藍色 然後它的尾燈的部分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其實可以從這邊看到 它是一個透明燈殼有沒有 照在我後面 然後也是LED的一個設計 然後它這次是做一個敗膝的造型 然後最重要的 Ibreed 這是有車 Ibreed 那它這具引擎從過去的四缸 改成三缸 那這具引擎的話 它的總排氣量是1190CCC 跟上一代一樣 所以我們最近是沒有做變更的 那它的最大的馬力是82P 在5700轉的時候產生 扭力部分是11公斤米 在4500轉的時候產生 它這次有一個ISG的一個馬達 這具馬達的部分 除了作為發電機之外 它也有在作為一個動力輔助的部分 透過後面那具12B的離離子電池 做一個給電的動作 另外再提供2.98P在 的時候 跟另外再提供3.42公斤米的扭力 在600轉的時候產生 那它在那個 每一缸都配一支機油噴油嘴 去做一個潤滑的使用 所以它的整體的耐用度的話 會相對的更好一點 好我們來進到內裝 的部分 今天真的很熱耶 今天真的很熱 大家原諒阿伯我們 發動冷氣 發動然後冷氣我們再來聊天 這次內裝的精緻度跟變化 我覺得我非常滿意耶 我非常喜歡這樣的一個設定 我們來看一下好 我看大家喜不喜歡 好OK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內裝 它的內裝的部分是多種顏色 去做一個組成 做一個搭配混合 這樣讓整個小車 的一個室內 如果你用純黑 或是單純一個顏色的時候 會比較顯得死板 然後擁擠一點 好那我們先從方盤來看好 那它這支方盤的話 基本上 比較特殊部分就是在這裡 它這次的AC型 一鍵就可以啟動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是 加減的話就是加減時數嘛 大家知道 然後這個是前車的一個距離的 一個維持的變換 然後那這邊就是音響阿 跟這個部分是 中間這個一個液晶螢幕的一個 顯示的一個改變 動阿 然後機力阿 扭力跟動力的一個改變 然後跟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能源流向點在這裡喔 好那我們再來看到中間這個 9吋的多功能觸控式螢幕喔 那我在這邊再不得不提一下喔 這支Swift其實做的 我覺得很棒 因為它有一個8度的面向駕駛設計 我們從這個位置來看 其實它是有點偏斜 所以就是面向駕駛 所以我們在整個辨識度上 會來的比較高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觸控螢幕的部分 它這個能源流向是我剛剛講的 它這個地方也可以做放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引擎 然後這個是馬達 這個是電池 可以看到這些 一些很多的車輛的行駛的細節 都可以在這裡 我們再來往下看 新面板的一個冷氣空調 當然它有實體按鍵 這個設計其實我覺得很漂亮耶 它搭配到這個中後面板的一個線 我也很喜歡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一個盾 這樣子 有一個小盾在這裡 然後搭配到這個白色的一個紋路的一個配置 到這邊 拉到這邊 副駕這邊 整體看起來非常漂亮 拉到下面 連這個手套箱也都是做一樣的一個顏色的配置 我們再從頭往後看 這個位置這樣子望過去 非常的有年輕感然後運動感 上車的話心情就會很好 那我們整體來看這個駕駛 從這邊駕駛這邊看過去的一個視覺感受 它基本上其實在A柱的部分會比較 它A柱其實有點比較偏淺 所以在這個A柱部分 我們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使用 這個駕駛面的A柱 但是在副駕部分的視野晃過去 其實是非常的寬廣喔 來看一下它的座椅喔 複製部採用的一個配置的一個座椅 它的頭枕跟它的一個座墊 都叫上一代加長的一點 所以它整個在乘坐的舒適性上會來的更好 我覺得它的這個腰靠的支撐 其實很深耶 你看一下 一個圈頭還不止喔 再更深一點 但是它是往外擴了 所以如果它再往內勾的話 它的整個支撐效果會更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A柱最愛的這個置物空間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喔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CVT變數箱 擋撥片也是在這個位置喔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這邊置物空間好了 大的置物空間 這邊有兩個置杯架 A柱最喜歡的 然後美式咖啡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四個 然後後面的部分 也有一個 正圓形的一個置杯架 然後它這個部分有 把咖啡先拿走 然後這邊是一個USB的充電孔 然後這邊是Type-A 然後另一邊是Type-C 所以你不管是舊手機還是新手機喔 基本上這邊都可以通用 我們現在要來去後座 我們來做一下 看一下後座的表現如何 對 對 好 我們來後座囉 欸 它的後座出乎我意料的大耶 對啊 剛剛跟他們聊天 他們說這輛車比較偏向駕駛取向 因為它畢竟現在是一台小車喔 前面是阿伯剛好調整好的一個距離位置 那如果我們不坐躺喔 坐挺一點 至於離前面的椅子是有兩個指頭 那如果你的身高是小一點或是小朋友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那它的椅背的支撐 雖然有比較直喔 但是我把這個頭枕拉起來的時候這樣靠著 基本上 我覺得如果我稍微把它腿打開喔這樣子 或是小朋友在做的時候 OK的OK的 它的支撐度跟舒適度超乎我想像的好 沒有視覺效果來的這麼的不舒適欸 我覺得還蠻好的欸 它這個設計我覺得還不錯欸 甚至比阿伯之前的Mk1還要好 非常非常多 OK好那我覺得它這次還有一些改款的重點 我們要來講一下 它這次有搭載的DSBS2雙感置器的煞車輔助系統 它叫上一代的一個超米雷達波喔 從過去的90度提升到了109度 所以它的整個側身更廣 然後單眼的一個攝影機的鏡頭喔 從過去的37度提升到了就是122度 所以它整個在感置上會來的更加的明確 所以它這樣子整個搭配起來連ACC的作動喔 也會來的更加的舒適 像剛剛阿伯講的它的LKA 也拜這樣更寬廣的辨識範圍 所以它在除了沿著前面的虛線做置中之外 它有時候可以偵測到旁邊是不是 扭折西護欄它會自動將車輛做一個 偏移做輕微的閃避的動作 我覺得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它可以辨識很多的一個 交通規則的一個規範的一個LOGO 比如說現在的車輛的一個限速跟上線啊下線啊 這部分它都可以做一個判別顯示 但是透過上方的一個攝影機做判別顯示 但是這個部分你的 怎麼講 你的那個規範的那個LOGO有沒有 要符合日內瓦公約它辦法做辨識 當然這個部分就是國際化的一個設定 那台灣的話 基本上都是符合日內瓦公約 所以它能夠顯示的一個資訊 我覺得算是豐富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這樣 OK 觀眾朋友 我們大概有試玩了一下這個 HONIRO SWIFT喔 那我們大概講一下它這個整個 操架上跟動力輸出上 甚至到傳動系統上給我的一個感受 那我們先講底盤 底盤的部分它是前脈化成後扭力量的一個設定 那它的這次的一個 這個Liacham的部分啊 有做強化整個 防禁桿私椅的一個鞏固力道上 會來得更好 那它的前副車台的部分 跟Liacham前借的部分 它有做一個鋼片的一個補強喔 這個真的超厲害 所以它在前軸的一個穩定度上 會理論上會比上一代還要來得更加的安定才對 然後它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一般都會希望把避震器的行程拉短的 那這一代的SWIFT 它的後面的一個避震器的行程喔 叫上一代它有做拉長的設定 那我們大家知道因為這種短軸距的一個輕量化的小車 它的後軸很容易因為 因為阻泥的改變或碳荒的改變 造成一些很無謂的彈跳 造成乘坐上的不舒適 然後這部分它已經做了一個也做了改良 我們剛剛在山路上在走的時候 其實可以感受到 我們在某些起伏路面的狀態下 它的懸吊的一個可用行程喔 也來得更長 也因為這樣喔 因為它的 在重煞的時候喔 它的一個 嗯 鶴重的一個改變的一個取向 其實也來得比較多 我們其實 它這次很奇妙 它這次的煞車總装是用SWIFT SPORT的 所以它給的那個力道其實是 砰 煞車下去之後 其實可能會感覺到後面的避震器行程 比較常說它會往前推 尤其在彎中之前 砰 煞車下去之後 帶著煞車進彎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它的後懸吊是有點浮起來 這樣推著你進去的時候 基本上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可是會有一點點的危險 因為你的鶴重的轉移 並不是那麼的穩定 因為你車頭會浮起來的狀態下 這個時候我們可能需要放掉煞車 從給油門 讓它的整個後懸吊往下壓 讓車底達到另外一個安定的效果 那這個部分是對於我們 性能要求上的來說 一個一個 小小要注意的部分 但是這不是瑕疵 因為它會為了乘坐上的一個舒適性 所做的一個取捨這樣子 那它這具引擎的輸出 我覺得 你不要覺得 11.0公斤米拖這個車身 好像很慢 然後又是CPT 我告訴你沒有 我剛剛冷氣還是開著 我一路往上衝的時候 對檔 踩油門加速 它該加速的時候就是加速 然後 伴隨著轉速的攀升 該給你力道 它沒有少 它就是一路這樣 往上走 雖然它的動力 只有82匹還不到100匹 但是 它沒有 怎麼講 我講難聽一次 阿伯以前的那個 一代的1.5M15的SWIFT 還沒有太會跑 M15如果在這樣的狀態下 基本上 它不是在推頭 就是動力出不來 它沒有在跟你往上衝著 我覺得它會 踏上車 然後這樣子蹭 可能 不會往上走 然後在彎道中的表現 就是剛剛講 我剛剛講那個避震器的那個 大腳大車避震器問題是吧 它基本上 它基本上 它還是一輛屬於階層用的車 所以 它在左右的側傾 其實是還是蠻 不能說明顯 就是它在左右的側傾 基本上你還可以感受到 它左搖右擺 左搖右擺的一個 側傾的感受 因為它車很輕 然後它在擺動的時候 它的整個 留下來的慣性 其實是很低的 像一件很重的車 它如果變性很軟的話 它一進去慣性多的時候 它車子可能就會 咔咔咔咔咔 往外推 那這個SWIFT的部分 我就會拜它輕量化車體所賜 它整個這樣子 切出去的 你可以感受到車子往外拋 可是你在往裡面尻的時候 再尻進來 油門再給它 它車子就 現在就是 硬往裡面切進來 這樣子 要做甚麼 上面還是擺動 牠們都在進去 這些夾水 不是不太快 可以攪拌嗎? 要在一起 看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